三四节是压得最厉害 这个神经已经压到剩下一条线 核磁公正影像显示神经严重受挤压 患者高龄89岁 两年前就发现颈椎出问题 当时不敢开刀 时间一天天过去 今年某次例行洗肾之后 全身逐渐发麻 他中午玩到会儿千人就弹转 因为他会麻 一直麻痹 甚至晚上只能够坐着睡觉 这次退化造成颈椎脊髓病变 医师建议接受减压手术 他压得这么厉害 事实上他躺平的时候会麻掉 他这个手术就必须要用一个比较高位的 就是他头必须要弯着这样做手术 一般颈椎手术会踩平躺的姿势 89岁林先生如果平躺过久压迫神经 反而影响愈后 所以在手术中采取特殊摆胃 以前我们外科手术是希望 在你很舒服的环境下做 当你在一个很高位或者身体很倾斜的时候 你的手的稳定度还有 困难是在这个姿势 万一你今天很舒服的把它做完 可是病人因为你白胃的姿势 造成了他没办法恢复的神经损伤 这时候就很可惜 医师想的周到这场手术虽然风险不小 考验医疗团队最后顺利完成 老先生恢复得不错 洗剩糖酒一点 手脚也不会发麻 不用再坐着睡觉了 大爱新闻国女欧阳光辉台中报道